加納人熱愛儲求 眾所皆知 但你可能不知道 加納有一個區域 被稱為拳擊區 Foxy Area 聽說那個區域的人 從小孩到老人 從女人到男人 每一個都會Find 非常的厲害 甚至那邊出了好幾個 職業拳擊手 還有世界冠軍 就像我後面這一位 有沒有看到 World Champion 這個可不得了 到底那個區域的人 為什麼熱門熱愛拳擊 這一次我們的受訪者 不得了啦 世界級冠軍好不好 去看一下他的訓練 然後由他來為我們解答 走 說這裡是拳擊社區 一點也不誇張 除了到處看得到 拳擊的宣傳海報之外 連小朋友看到鏡頭 都紛紛比出拳擊手勢 準備就戰鬥位置 聽說連綽號 Professor的拳擊高手 Azuma Nielsen 也是從這個地區出生的 他拿過39勝 其中28場KO對方的驚人戰績 是世界知名的前拳擊冠軍 這一次第一等為了深入報導 更是獨家找到現任的世界冠軍 趕快來去拳擊館拜訪他吧 今天去 放 對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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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這個冠軍 因為他現在正在比賽期間 他現在就是邊比賽 然後邊準備 只會看到他在抬頭 在操作訓練 然後他剛剛講 像這個時候 在訓練速度 他像這個 在訓練的是 出拳的重量 對 我覺得他們這邊講得很好 你看他強上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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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拳的速度 你看他的聲音 完全不一樣 不會是冠軍 對 他上到台上 然後這個氣勢很厲害 你喜歡嗎 對 很棒 多少 10 我跳 我跳得很快 我跳得很快 他跳得很快 他跳得很快 好 OK 開始 對 開始 這些都只是開始而已耶 這邊對他來講 只是開始而已 現在是開始 對 開始 對 開始 對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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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澳洲 他們現在在澳洲比賽 總共 他剛才講說 五個星期來就有呼籍是不是 五個比賽期 他們現在就已經一直在準備 對 男生們你會覺得很熱血沸騰 對 你看他的速度 不要講那個拳擊技術 光看那個教練 一拳可能大概我都過去吧 現年37歲的Knowty 已經拿過北美拳擊協會 國際拳擊聯合會 和世界拳擊理事會 等四次世界冠軍 這些拳都是國際公認的 職業拳擊組織 因為衛國爭光 所以加納總統和黃金部落的 阿翔提國王都曾接見過他呢 但他會成為職業拳擊手 據說背後有個小故事喔 所以為什麼本正ал 假設到了 從一個小時 是禽夜 六、一、六八 六、六 還要 increasing 了解 ز陰 approaching 到處 這樣講也對啦 這個五位的身體 每個都在打架 可是家門從小就都選擇 因為這個環境關係 所以他們選擇 成為這個職業的拳擊手 其實Claudi小時候 也跟大家一樣喜歡踢足球 是因為七歲時 跟當時社區裡的 一個拳擊手打架輸了 為了打敗他而開始練拳擊 當他再次單挑 那位拳擊手贏了之後 才正式走上拳擊這條路 不過在阿克拉這個郊區 有更多小孩是為了討生活 而走上拳擊的路 我們現在台上 有很多小朋友上去 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玩 還是在訓練 這是Claudi小時候 那就是Claudi小時候 對啊 就是Claudi小時候 因為他們在外面 他們是在外面 他們也在外面 我們要坐在外面 你真的需要嗎 對 所以他們每天到來 他們到外面 他們坐在外面 坐在外面 真的嗎 沒錯 你不花錢耶 他想要來他就來 為什麼你做這個 我們也要去幫助這個社會 我們也要去幫助這個社會 因為這個社會很難 在這個社會上 所以如果有些人可以幫助這個社會 我們要去幫助這個社會 那些人會開始學咧 不同的社會 對 那些人會比賽 對 所以你也想要去學校的社會 對 這樣很好耶 很棒 因為你不是只教他們的方法 你教他們的方法 教他們的方法 教他們的方法 對 要強勁和好戰 他這樣的觀念非常好 運動員的學生 而不是只是一個運動員 我們是一位學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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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位學生 連冠軍都是他的學生 我認為他不是這樣 好啊 他是他的教練長 聽教練說 Klouty以前也在這個區域長大的 也在這個拳館學過拳擊 雖然他得到世界冠軍後 生活得到改善 已經搬離這個地區 但還是會回到這裡練習拳擊 而在拳館裡 懷抱同樣夢想的小朋友 就有20個之多 就像教練說的 他們是為了改變他們的生活 為了生活而努力戰鬥著 我第一次要聽到這個 拳擊胎裡面 進來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去看一下 剛才那個教練之後 很有支持的這一個 好看喔 這位 看一下 有了 有像很浮誇的 有像很浮誇的 海外 有像很浮誇的 你要做什麼 有像浮誇的 我把你挑戰 有像浮誇的 你看他這樣子架式其實真的很好 而且他那個身體很硬 有沒有 兩隻 難怪這樣的時候他這個 可能不刺激嗎 可以 你可以教我 你可以教我 可能有什麼最好的動作 不是 他沒有動作 他直接... 直接打我 你沒有看到這樣子 再一次 超過完 超過完 你知道他大概要先打一下 會痛喔 真的會痛喔 他的拳擊是很有力度的 OK 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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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有沒有看到他這個架式非常好 這種感覺 不要去11歲小孩子 去練這個架式好了 別看這11歲的小朋友 身材瘦瘦小小 他也曾經得過 區域小新比賽的拳擊冠軍 不管是左勾拳 右勾拳 動作一點也不馬虎 力道十足 我想假以時日 他也有機會能成為 像Claudia一樣厲害的世界冠軍吧 所以他們對小孩子還是有保護 所以我覺得這邊雖然 應該說他們這個區域 雖然生活很堅固 但是他們至少知道對小孩子 他們也要給下一代 就是不一樣的選擇 讓他們有不一樣的出力 我覺得這雖然是他們 這個環境使來讓他們走到這條路 但是他們並沒有屈服在 在這個環境 然後讓他們一直好像很可憐 或是到這去搶劫啊 去犯罪啊 或者是去跟人家祈禱 但他還是不斷的找方法 大人們找方法示範 走出這條路 然後你們可以跟著我一起 這樣改變自己的生命 這樣就超好 聽說在阿克拉這個區域 就有上千位的拳擊手 也許不是每一位 都能當上世界冠軍 但沒有努力就沒有收穫 只要勇敢的為生活而奮鬥 再怎麼困苦 也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